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今天的第一队 各位请看 当初是我追的他 所以我对他特别珍惜 但现在吧 他对我特别的冷淡 经常好几天不联系 我真的受不了这样 我们现在刚毕业 也在实习期 每天都有各自的工作 肯定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天天在一起 我们现在根本不像在谈恋爱 连吃饭约会都得我求着他 他还和单位的女同事关系暧昧 我特别寒心 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误会 其实我只是想有一些自己的空间 我对他的付出都变成了理所应当 如果他还是这种态度 我真的想放弃了 女生说我对你的付出 为什么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 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 22岁 来自河北 身名实习生 女嘉宾董女士 22岁 同样来自河北 是名酒店服务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好 欢迎两位 大学同学对吧 对 小片里说你先追的他 对 我追的他 喜欢他什么要追他 我们参加了同一个社团 什么社团啊 艺术团 生意书团 然后接触的 因为社团活动挺多的 我们接触也挺多的 见他挺有演员的 看他挺稳重的 高高大大的 帅呗 后来私下就接触的比较多 经常聊天 慢慢慢慢就熟了 后来我们有一次 社团聚餐的时候 我就跟他表白了 太浪漫了 怎么表白的呀 我当时喝醉了 然后就借着酒胆 跟他表白了 当着多少人啊 五六十个人 因为我们整个团的聚餐 然后 然后还被拒绝了 后来 被拒绝了 对 然后后来就一想 反正追都追了 那又接着追吧 以前只是暗恋嘛 现在就 反正已经挑明了 对 然后后来就 每天给他送早餐 追了大概四个月 然后后来有一次 表白的时候 他同意了 又表白了 对 在什么地方表白的呢 就是在他生日的时候 就让我们同学 把他约出来了 然后就送了他 一个音乐相册 里边 就是有他平常朋友圈 发的那些照片什么的 然后又写了点话 然后他看了之后 挺感动的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女的 就是对我这么 无微不至的好 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 就决定答应了嘛 还被追了四个月啊 以前谈过恋爱没有 没有 初恋啊 对 初恋 初恋就被人这么炙热地 追了四个月 那应该好好的 现在怎么了 那现在就是我们 开始实习了吗 现在 就是自从实习开始之后吧 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啥意思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经常一块上自习什么的 经常在一起 这样聊天 就开始实习之后 他就从来不说主动地 去给我打个电话 发个信息 就是微信上给他说句话 他也特别敷衍 反正对我现在都特别冷淡 而且 听明白了 而且就像平常 以前还出去看个电影 吃个饭 现在都是看个电影 吃饭都得我求着 他跟我去 为什么现在这样了呢 变心了 因为就是实习之后 挺累的 然后就平常 有多累啊你们现在 对 就是晚上回到寝室之后 就倒头就睡 就什么都不想干 那也不至于 六点钟下班吧 不是 有时候加班就是 有时候就剩的资料 没打印完 然后我得去打印 吃午饭吗 给吃饭吗 给吃饭 那肯定给 晚饭给吃吗 那给 给上厕所吗 给 那为啥这个时间 不给他发个微信 回一下不就完了吗 但是有的时候 我是就是真的偶尔几次 就是没有看到他 给我发微信 但是就是突然 他就来那一大段话 就是说 你现在怎么这样 就你还 你为什么不理我 就是我当时 你本来就挺压力挺大的 然后再看到这段话之后 你有什么压力啊 更烦了 什么压力啊 因为刚实习嘛 刚实习 怎么就是 怎么也得 就是把工作做好 然后一步一步上 后悔谈恋爱吧 多烦哪 那你这礼拜六 礼拜天也不休息吗 就是周日休息一天 对啊 但是休息一天就是 感觉特别累 就是想在寝室里 休息 就是睡个懒觉吧 理解吗 他也跟我说过 他工作累 工作忙 我也没说 整天缠着他 我也挺理解他的 我就晚上睡觉之前 给他发剧吧 刚开始的时候 还回一句 后来就 干脆连回都不回我 就是他对我 真的太不上心了 伤心的很 而且他 还跟他们公司的 一个女同事 关系特别暧昧 真是把他 带到我们面前来 没有 他真的想多了 说说那女同事吧 就前段时间嘛 我们不是好长时间 没见了 十几天没见了 十几天 十几天没见 然后我就说 正好对上那天 我们两个晚上 都有没事 然后说咱一块出去 吃个饭吧 然后我说那天 我下班早 我去你们单位那接你去 他说行 我到时候去了 就看见他跟一个女同事 俩人有说有笑地走出来 我刚开始也没多想 谁知道 人家俩人一块 朝着我走过来说 走吧一块吃个饭去 他介绍没介绍 说这是我的女朋友 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去 他没有 直接静止 就朝我走过来 就走吧 咱一块吃个饭去 我当时我就说 什么意思呀 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你过来 就突然就这样 给我带了个女的过来 后来我还是挺懵的 我就那样跟着他 过去了 走了 他有没有拉着你的手 一起去 还是他拉着那个女 我就是一般我们走 我都是过 跨着他 到了那个饭店 开始吃饭的时候 俩人那整顿饭吃下来 俩人的话都没断过 就一直在那说话 就不跟你说话 对 我在那 人家俩人聊聊公司的事 聊聊这个人 聊那个人 我一句话插不上 显得好像 我是那个电灯泡 人家俩人小爱似的 特别生气 那那个女同事 跟你说话了吗 没有 我俩也不认识 一句话都没说 她也没介绍 没有 我当时在饭桌上 也不好意思问她嘛 然后下来了之后 我就问她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呀 人家理直气壮地跟我说 你怎么说你再重复一遍 就是她就是我一个女同事 然后就 那前几天她跟我表白了 她说她喜欢我 然后我当时以为 她闹玩嘛 然后我就回去 我说我有女朋友 她说她不信 然后我就正好那天 跟她一块出去吃饭 然后我就说带着你吧 然后让你见见 然后就这样 她就是想多了 那什么叫见见我 而且你在饭桌上那态度 是要跟她撇清的节奏吗 你俩一直在那说话 我在那尴尬地坐着 我整顿饭 几乎都没吃多少 就一直在那干坐着 那我不也是跟她 也是同事嘛 也是刚进公司 那你为什么不介绍她 说这是我女朋友 我说了 因为我去之前 就是跟我那女同事说了 那你那女同事 看完你女朋友之后 二天没再追你 没有 就是根本就没有关系 就是她想多了 行行行 我觉得不是我想多了 就是她分明知道 那个女生喜欢她 她还跟她走得那么近 还把她带到我们面前来 我觉得她这就是 在跟我示威就说看 我又有新的目标了 又有新的追求者了 谢谢 我们先不对她这个 行定性 一会儿让老师定 再说其他的罪证吧 还有一次就是 她好长时间不回学校了 有一次我知道 她下午回来的 我怕她晚上没有吃的 就去超市给她买了好多 她喜欢吃的东西 就去她楼下 我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下来吧 她说 我在外边跟我设友吃饭呢 你先回去吧 我说你吃饭呢 我也正好没吃饭 要不我过去找你吧 你知道人家说什么 人家说你来干嘛呀 我当时听这句话 我觉得 好刺耳啊 对又扎耳又委屈的我 为什么要我去干嘛呀 我作为你女朋友 我过去找你 这不正常吗 去没去 没去 后来人家 人家当时 就应该去把那堆东西 往那头上你抓 我说你那社友朋友 又不是不认识我 对呀 你那样 你那样 就为什么要那样对我呀 而且当时我在电话里 觉得挺委屈的 我就哭了 当时她的哄都没哄我 直接给我把电话挂了 我就拎着那一大多东西 然后就回宿舍了 那那堆东西给谁吃了呢 我放宿舍 我吃饭 后来这件事怎么解决的呢 我后来跟她们道歉了 因为她本来就是嘛 就是我跟我社都 就在不同地方实习 就是也好长时间没聚了 好不容易放一次假 然后就搁几个喝个呗 然后就她说她要来 然后我也想一桌男的 就她一个女的 她去得多尴尬呀 可是你在当时 你在电话里 也没跟我解释清楚啊 你也没说 你们社友都没带女朋友啊 你说都没说 直接就让我回去吧 那我当时要在电话里 就第三下四求你 哄你啥的 那我在我哥们面前 多没面子 就只考虑你的面子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就是 你就现在 你就根本都不主动 就去找我看电影 而吃饭什么的 我的感觉是我在逼着你 你们俩谈了一下 谈了她到底主动过 没主动过 你跟我说句实话 刚开始的时候 她是挺主动的 就后来 后来开始实习工作 离得远了之后 她就突然就跟变了个人 是的 一点都不主动了 前两天吧 我们去 我们一块儿 就是有个假期嘛 然后我说 咱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还经常攒钱出去玩 这现在 这工作了也有假期 要不咱们也出去玩一次吧 然后在我强烈要求下 人家才跟我去了 去了之后 然后跟我去游乐场 然后我们玩那个 激流泳进的时候 人家水花最大的时候 人家跟我说 你过来趴我身上 给我挡下水呗 我当时我就 心里我就想 她干了 哪有男朋友 让女朋友 给你挡水的呀 你挡没挡 我挡了 她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当时我们俩去那儿 然后就是门口 就是有卖那个雨衣的阿姨嘛 然后被她给坑了 那雨衣也顶多就到这样 然后她那天穿的短裤 我穿的长裤 然后我也想就是 如果我长裤湿了之后 就在那儿玩一下舞 然后就是贴在腿上 特别难受 我一想就是 她身上穿着雨衣 然后就替我挡一下 这也没啥呀 她觉得没啥 我觉得这就完全就不在乎 我一点都不考虑 我的感受 我是你女朋友 是一个女生 你让我给你挡水 你当时你就应该把她 从船上给扔下去 而不是在我们这儿 叽叽歪歪嘛 对不对呀 你当时怎么挡没挡啊 挡了 挡了吧 挡了就别说了呗 那我就觉得 我是把她惯成这样了 那怪谁呢 她也把我对她的好 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 就愿意让我照顾她 那怪谁 一部分责任在我 我问你啊 你们俩这个实习的地方 离得远吗 挺远的 有多远 打车一个小时 是有点距离啊 你们现在多少天见一回 差不多七八天见一次 就偶尔她有个假期 我也正好捧上 我也有假 然后我们就可以见一遍 平常的联系方式 是电话和微信 但是她现在都不接了 是吧 对 每次都是我给她 打好多电话 她才接一次 好 问问问 你害怕她跟你分手吗 怕 因为当时是我追的她 我也能追 能追到男神就太 我也挺开心的 毕竟我自己追她的时候 我也是有点自卑的 你自卑啥啊 所以我特别珍惜这个感情 因为觉得自己 又不好看还胖 所以觉得 挺好看的呀 有点自卑 就觉得追到她 特别开心 特别珍惜她 珍惜这段感情 好看 她胖吗 不胖 你想过跟她分手吗 没有 我其实就是 就根本就没有必要 我就是觉得 她真的有的时候想多了 我倒不觉得你想 我想多 我就觉得你真的是 一点都不在乎 我都 我现在都搞不懂 你到底是真的喜欢我 还是我对你好 你感动才跟我在一起的 如果她就是被你感动的 确实不是因为爱 就是感动 你会离开 还是继续 那我也得看表现 你看 所以人就是口是心非嘛 有的时候 行了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觉得女孩其实 挺勇敢的 敢倒追男的女孩 一般都是勇气非常强大的 但是你确定 这个男人给过你感动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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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说的是 这是除我妈之外 对我最好的人 你在她的心目当中 是个好人 但不一定是个好女人 就在你身上 只见其人不见其女 什么意思 不是说她不知道 你是个女性 而是她没有把你 当女朋友来对待 而只是一个好人 对她很好 很关爱 或者是一个普通的异性 为什么有些男人 欺负女人 我们会很生气 因为她不把那女人当人 而她为什么 我们不会生气 她把你当人 当好人 只是不太把你当好女人 去仔细去回想一下 她对于你的那些互动 我好像没太听出来 基于这种 自己女人的疼爱 异性强烈的吸引 牵挂思念和热烈 我好像没有看到 也许我姑娘有错误 但我是这么看的 我觉得她喜欢你 并不是因为你是个女人 因为你是一个好女孩罢了 所以说未经失恋 不懂爱情嘛 她对于你是有好感 但不是把你当成 自己的女人来爱 所以才会出现 她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 跟你一起吃饭 她是那样的一种状态 反过来再说你 我认为任何一段 不平等的爱情 就是真爱都大打折扣 因为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 相处的过程 是要么你往上走 然后拽着她往下走 然后两个人持平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不是两个人 接近的状态 任何不公平的爱情 都是你追我改的过程 而不是真心相拥的过程 那个处在低位的人 想象着那个处在高位的人 有多么的好 而那个处在高位的人 又不想往回走 等到你们真正处于 一个水平线上的时候 其实你们并不是相爱 而只是平等 所以你对她 是有盲目崇拜和幻想的 她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她只是你的一个偶像 你只是她心中的一个好人 这是我个人看法 我不觉得你们之间有爱情 但我倒是认为 有不错的友谊 也许是不懂爱吧 但是我不支持你们 继续走下去会浪费时间 当然你们可以选择再试一试 但我认为不会有太多的火花 但我认为你们俩都不错 女生是个好女生 男生是一个单纯的男生 想怎么处 自己决定就这样 女生其实我问一个问题 特简单 你感觉她爱你吗 就问心就行了 你有没有这个深夜的时候 问过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爱这个女孩 是不是问过自己 爱不爱她 答案是什么 别着急 做决定了 今天这个现场 可以着急地决定 浪漫一下吧 你们年轻 但是在真的现实生活里面 都别着急呢 再看一看好不好 好 来了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承认我确实有点自大 而且也慢慢把你对我讨当成了习惯 但是现在我懂得了 一段感情需要两个人 共同的付出 没有一方一位的付出 所以说我现在想改了 能再给我此机会吗 我觉得我真的在内心中是爱你的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我也会去学着 去努力做一个好的男朋友 好的老公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照顾我多一点 而不是一直是我在照顾你 我会的 回去吧 两位 谢谢 来 请关门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我们这舞台订婚 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吧 知道 就是把戒指戴给他手上 我们这儿订婚的意思是说 我们俩正式的恋爱了 大家知道我们俩是情侣了 没说就是一订婚就是 我要娶我要嫁 听明白了 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我们好好恋爱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可爱 谢谢 过来 过来 这边走 这边走 我们要感谢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 一倍诗 纯的爱 放心爱 一倍诗纯净美膜提供的奖品赞助 来 见证属于这队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女生要窃取你的原谅 她躲开了 我以后一定会感应 我要去学会 一个怎么做真正的男朋友 你的余生由我来照顾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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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请亮灯 女生开心不 开心 男生记住 再忙的时候都要给他回个微信 主动地发个微信问候一下 这很重要 你不还是恋人吗 加油 好好经营好吗 好 谢谢你们 请回 生活里面要靠他们自己去磨合 我们祝福他们就好了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跟他在一起是因为他长得有型 跳舞很帅 我想让他只帅给我一个人 但是他跟身边的异性关系都太亲密了 我接受不了 我身边是有一些人对我有好感 但那只是朋友关系 而且如果我这么受欢迎 他应该为我感到高兴 我对他真的很好了 但他总让我伤心 他对别的女生比对我都好 我真的做不到跟别人分享我的男朋友 我们是在沟通上出问题了 我没他想那么早 他就是我最爱的人了 所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以后会对他更好的 我爱的是你的帅 你却帅给了世间所有的人 这一对的情路如何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 23岁来自安徽待业 女嘉宾王女士 22岁来自安徽影视后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谈恋爱多久 两年多 怎么认识的呀 就我们是大学同学 我比他大一级 我是那个武社的社长 他参加你们武社 因为你跳得好 就在一起了是吗 他就挺好感的 然后后来 然后我也挺喜欢他的 我看实际成熟之后 就是我向他表白了 认识多久 你觉得实际成熟 可以下手了 就是认识三四个月 你就表白了 对对对 然后师妹就同意了是吧 对 现在怎么了 然后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他其实 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好 身边异性朋友特别多 我觉得他好像都不是 我自己一个人的男朋友 就是大家的男朋友 就是他 就是比较喜欢健身嘛 然后经常在朋友圈 晒一些自己的什么腹肌啊 胸肌的照片 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 那我自己健身就是 我对自己身材还挺自信的 那我秀一下朋友圈 那我怎么了 没事 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孩 给他评论的就可暧昧了 然后说请他当他的私教 其实他说是当私教 那女孩说白了就喜欢他 说让他给他当私教 帮他减肥 对 那他怎么做的呢 重点在他怎么做的 他答应了 我就是怎么认为的呢 就是外面那么多私教 那么多健身房 他就没有去找嘛 然后找上我 我感觉挺看得起我的嘛 然后我就带他去减肥了吧 给你钱了吗 给钱了 就是当健身教练是吧 对 没什么就健身教练 人家职业正当职业 他几乎一周 然后有五天 就跟那女孩两个人 就泡在那个健身房里 孤男寡女的 你说要是有什么肢体接触 对不对 在健身房里面 那么多人在一块 他也不是孤男寡女的呀 能发生什么事呀 那你还对他挺上心的呀 你还给他制定健身计划 什么制定什么食谱的 你怎么没有对我这么上心呢 他毕竟给我付工资呀 那我是不是得为他工作负责呀 我都告诉他 我说就不要去 他就是动机不纯 后来发生什么了吗 然后我特别生气 我就反过来跟那女孩说 我说你就不要再跟他在一起了 他有女朋友 你还跟他在一块就 对 人家女孩说什么呢 女孩没说什么 然后他反过来就跟我 跟我又吵了 本来我跟他就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你打电话 去责怪人家 你说弄的是事尴尬不尴尬呀 行吧 还有吗 有 接着说 接着说 然后他还为别的女孩打过架 他为什么要为别的女孩打架呢 就是他之前是汤姆武社的社长 社长 然后他的下一届社长是个女生 跟他私底下关系也挺好的 那女孩就有一次 人家那踢出球的就不小心碰着他了 然后还跟他道歉了 那女孩就特别不讲理 就不依不饶地跟别人吵起来 旁边的人都在劝 他在我旁边就 情绪就特别激动 就直接冲上去 就跟别人就打起来了 那你自己想一下 就是我跟他关系也挺好的 他那个社长位置也是我的继承人 然后 然后 对吧 我怎么想的呢 我就是他一个小女孩跟别人动起手 他肯定吃亏 然后我就过去拉架了嘛 然后后来就撕打起来了 后来还是我给他出的那个医药费 你愿意呀 姑娘 我看你讲起来都特别光彩你知道吗 他就觉得你看我这男朋友非常骄傲的 还有别的吗 就我俩就一块嘛 然后在商场就有一个男的就故意地碰了我一下 然后他当时就没有反应 然后我就跟他闹嘛 我说那上一次你还能为别人打架 就我被别人撞了 你都没有反应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就是没看着嘛 他跟我说一下 我以为就是走路上人喷一下 就是无意的嘛 那我不能因为无意的 我就动手去跟人打呀 那踢足球也是有意踢的那女生吗 那是无意的 然后突然争吵起来 对呀 所以啊 他就是对别的女孩比对我好 好好好 这些事你都忍了 是 那你今天来干嘛呀 就是觉得他对别的女孩比对我好 所以就想分手 分哪 来我们这干嘛呀 他要来的吗 你还要来 你来干嘛 想挽救一下这份感情 你是来挽回的 对对对 女生接着说吧 我估计还有奇葩事儿 应该还有吧 嗯 你说吧 就是他 就我们都在石家庄上学嘛 嗯 然后他比我大一届 就是我现在就已经毕业了 然后他就留在这儿陪我 嗯 我当时心里也就是挺感动的嘛 嗯 然后我平时也会做一些兼职 我是做后期的嘛 偶尔会接一些活 然后他平时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我都会给他买 嗯 就有一次他就特别过分 就跟我要钱说 想要去北京学习跳舞 我就不太想给他 嗯 然后最后他就是 就直接就拿走了我的钱 就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因为当时我跟他关系 真的就是那种不分彼此 我觉得吧 就是我父母的时候 要我回老家那边就是工作嘛 然后我就没有回嘛 就就在一直在石家庄那边 就是就是陪他读书 也没找到个合适的工作 毕竟就是那发传单 和那个华委员之类的 那不挣钱 还不够来回车费 然后就一直在 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嘛 完了呢 现在就是 然后就是从他那 暂时借一下 我跟他说了 暂时从他那借一下 然后以后就是找到工作了 然后再还给他 他不知道 之前跟他说了 我没同意 然后他又直接拿走了 哦 然后后来他回来的时候 我就翻他的手机嘛 他并不是一个人去的 就是带了两个女孩 一块去的 那两个女生 是我们石家庄这块跳舞的嘛 然后就是我们组个团 到北京那边的 然后就是路上有个照顾 忍不了的是吧 所以分手 分手有多久了 还是刚提出来 就之前我们分开过一次 大一的时候 大一那得多久之前啊 因为之前我一直忙着跳舞嘛 每天晚上就是 六点钟开始练舞 然后一直练到十点钟 然后后来 后来他 基本上晚上没有时间去 多余的时间去陪他 他那个专业 他们班男生挺多的 他们班有个男生嘛 然后再追他 然后就看电影 有一次就被我撞见了 然后后来就分手了 分手了多久啊 分手了半年 后来为什么又好了呢 就我要好的嘛 因为当时我觉得 就是我也挺对不起他的 很有愧疚 所以就 就想着 求着跟他和好嘛 然后最后就好了 所以你讲这一段是说 你们曾经经历过 一个分手事件 是吧 对 你们的情感曾经 这个经历过考验 是这意思吗 对 然后就复合之后嘛 我就对他挺好的 对就把之前的那些错 都弥补回来嘛 哦 那现在等于 他从北京回来了 你知道他跟两个女生 一起去的 所以你要分手是吧 真想分还是不想分啊 就是 因为他跟好多女孩 都不亲不出 我都跟他说了很多次了 就有些行为 真的是挺过分的 你什么时候毕业 我已经毕业了 已经毕业了 那你在哪工作 就在石家庄那边工作嘛 你就留在石家庄工作了 对 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呀 小伙子 未来就是 我想一直等着他嘛 然后 他都毕业了 你还等他干嘛 然后就是 等他这边安顿好 带他一起回安徽 靠什么生活 然后就是靠 自己所学的专业嘛 然后自己兴趣 我感觉还是不可靠 就是其实还是想等这个女生 等他毕业之后 带他回家是吧 对 资料上面 女生也是安徽人是吧 对 这个大的地理概念是老乡 在小地理概念 家是在一起的吗 不是不是 那你回安徽要回到哪呢 回到合肥那边 你愿意去吗 不愿意 我不想在家里发展 你想留在石家庄了 对 不愿意回合肥了是吧 所以这也是 要分手的一个原因对吗 男生带他来 是想挽回是吧 对 我们听起来这个 这个爱情故事 大概是这么一个脉络 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因为 男生的舞技吸引了女生 没错吧 然后好了 然后男生又忙于 自己的兴趣爱好 女生喜欢上另外一个男生 然后他们分开了 对吗 经过了半年多的这个 各种情爱的煎熬 女生又一次地 回到了男孩的身边 决定跟他在一起 是不是 对 后来发现这个男生 因为他的这个健身的特点 或者舞蹈的特点 身边聚拢了一批女生 是吧 然后就发生了让女生 女朋友不能容忍的 男生和其他女生之间的一些 故事和过往 是不是这意思 现在最大的分歧和冲突在于 女生要毕业了 女生并不想回到安徽 而男生想带女生一起走 是不是这样 所以女生说 那我们分手吧 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有句话大佬说 对一个人暖的叫暖男 对所有女孩暖的叫中央空调 然后我也非常地不理解 就是你还有什么理由和 自尊再回来找他和你复合 就是挽留他 我不知道 你以为你对其他的那些女粉丝 这种的关爱 就会怎么样 让他们都觉得你很帅吗 但是今天我最想说的是女孩 就是一个女生都不懂得爱自己 没有自己的底线 在谈恋爱的话 你在谈什么 你要真的是 现在想要找回你的自尊 做一个正常的女孩子的话 今天马上头也不回的 马上走 永远不要再跟她联系 再接下去谈任何一段恋情的时候 不要以帅当头 要真正看看人的品质是什么 最重要是把你自己看重要 别人才能看中你 知道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沙老师 来 图老师 几乎很多人在有男朋友 有爱人的时候 都会说 很骄傲地说 我已经名花有主了 我只属于我的爱 这样的话让人尊重 我理解有一些男生健身 健身出八块腹肌 非常优美的身线 他希望得到的称赞是 这个人真有利力 或者说 女生说这个男生真帅 或者有些男生说 我也要恋成那样 可是你想得到的称赞 不是这个 你想得到的称赞是异性 对你的那种性感的崇拜 难道你的一段爱情 就非要谈成这样 感情是自私的 人的这一辈子 唯有自尊和感情是不可交换的 因为那是人最神圣的一部分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流泪说明我刺痛了你 我很高兴 今天你还可以把尊严再捡回来 我一直以来认为 能够擅长某一个技艺 或者是能够每天持续锻炼的人 都是有毅力的人 你把这些事用在正道上 没准你还真能练成好舞蹈 至少我是没有那么大的毅力去练 所以我现在一身肥肉 老师我想问一句 你说 如果一个男人 他为他自己的心爱的人 他愿意承受世人的唾骂 他算个男人吗 那要看承受什么唾骂 是不是该不该骂 如果该骂的话 那也不算什么男人 那是因为你做的不是男人的事 如果他是为了这个女人受委屈 他没有这样做 他甘愿为这个女人受委屈 他算个男人 希望你能够从今天开始 真正做一个男人 好吧 会流眼泪说明会心痛 但是你守好自己的自尊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爱好一个珍惜你的人 就这个 我观察这段情感的时候 有一点其实我特别想跟女生说 你曾经背叛这段感情 对吧 所以当你回来的时候 你所谓的坚韧也好 或者付出也好 有赎罪的意思 对吧 其实我在考量的时候 我在想 如果这个男生选择留在石家庄的话 可能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一处 也就是说女生对这段感情 是因为 他被深深地触及到了 他的现实利益的时候 是我要陪你回家 不得而回 你要陪我回家 不得而回的时候 他才选择放弃这段感情 对不对 你要想清楚啊 你再要想清楚 就是在未来你还会恋爱 对不对 对 也许你会跟他回去 我不知道结局是什么 就生活里面的事太那个了 就是未来你再恋爱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有一些原则是要坚守的 他认为我付出了劳动 我给你做私教 我是教你 我是劳动置患 对吗 是不是 你也没个教师资格证 你也没个教练证 你凭什么就教 而且确实那个女生 对你还有一些想法 这不就错了吗 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错 记住了吗 你们俩谈不谈恋爱不重要 从今天开始 一定要记住老师们的话 把尊严重新捡起来 至于在哪儿生活 那是你们的事 未来一定要奋进 听明白了吗 过去这个事记住 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行了 你们俩都冷静下来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这么多年 咱们一走过来了 然后我今天既然敢站在这上面 敢愿意承受一切 我相信你自己心里已清楚 我不管你是走还是不走 反正我都留在这 我再想想吧 对你的好也是我的错 只要你爱你 亮灯吧 那请亮灯 小伙子 这个舞台的规则是 委屈你可以再出来 好吗 可以吗 好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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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网友向途老师提问说 我和老婆结婚不到一年 她脾气爆 好好交流 说着说着就火冒三丈 我一直妥协 我现在在家都不敢说真心话了 我就怕她发脾气骂我呀 我真没信心改变了 我们俩结婚花了十几万 现在日子过成这样 我以后该怎么办 因为你真正在乎的是 有口难言的痛苦 哪里知道你在乎的是钱 那与其如此不如离婚 重新分配财产 但我料定你连提离婚也不敢提 所以要么窝窝囊囊过下去 要么跟你的妻子 好好商量一下将来的打算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 伊贝斯 纯的爱 放心爱的伊贝斯 纯净面膜 冠名播出的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 谁有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的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在